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农历新年快到了 北方人过年要吃饺子 南方人过年要吃馄饨春卷八宝饭 这不 吴茂欣他们家的八宝饭来了 这个八宝饭是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每一包是300克 份量也是刚刚好好 一来我里想包包外煮饭了一碗 那包装吃开了 这个八宝饭一份不算大 我就把它放到煮蛋器上隔水蒸 大概蒸10分钟就熟透了 现在这已经蒸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刚刚蒸好的八宝饭 扑面而来的就是糯米的清香 打开里面是满满细腻的豆沙 配上红枣瓜子仁葡萄干的点缀 让八宝饭更加的诱人 好嘞 刚刚就光顾的吃都忘记拍摄了 现在还剩最后一口说说我的感受 糯米吃到嘴里颗粒分明 在包裹着豆沙和其他小料一起 让味道更加的升华 豆沙也不是很甜 吃到嘴里味道刚刚好 但是猪油的味道还是蛮浓郁的 是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赶紧过年囤吉包吧